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才是一首好歌真正的灵魂之处 听了不少OST歌曲 我打算选取周深的三首进行赏息 第一首荒诚度 这首歌曲是热播剧陈情令的OST歌曲 我将由三个点进行赏息 一 歌词 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贴近剧中人物薛扬的经历和形象 夜色中寻觅过 当往谁困住我 也盼心中生出一点萤火 这句歌词深深地揭露了薛扬的悲凉命运 也盼望心中能够有一点萤火 这是多么渺小的愿望啊 而莫一颗糖卵这孤生 是薛扬还拥有着一丝幸福的时候 一颗糖成了他心中的暖意和执念 断了这心魔可原谅我 宿命中获得这解脱从来过 其实呢 这时候薛扬心中已经明朗了 但是依旧放不下 他知道自己错了 但是却没有后悔 只为了一种解脱 二 编曲 这首歌的编曲呢非常的有特色 周深的低音在美的同时 还具有一定的故事感 与这样的歌副歌开头非常吸引人 主歌副歌并没有固定的顺序 而是以主次划分 而主歌的高音呢更是具有特色 本身周深的高音就非常的美 更加突出了这个主人公命运的悲凉 与副歌层层对应 影射出了一种爱的悲凉和无奈 三 意义 从意义的角度来说啊 这首歌曲同样也是一种人生思考 薛扬心中的那颗糖对他有多重要呢 本身就对人生已经有爱的他 却因为命运的折磨 让他走向了不归路 他不后悔吗 其实很后悔 直到死的时候还活着那颗糖 这是一种很深的无奈 因此呢我要多关心身边人 或许你就是他心中的那颗糖 有时候一个善意的举动 往往能够拯救一颗卑微的心 第二首 请笃信一个梦 歌词 这首歌呢我听到很多遍 也感动了很多遍 而且这是一首备受大学生青睐的OST歌曲 曾经在北大校园中鼓励学子 这是懵懂的眼眸 才将事事看通透 这句歌词将人们内心单纯美好展现了出来 人之初性本善 每个人最初的内心都是非常善良的 所谓的恶人 不过是没把控好自己的本心被污染了 内心始终笃信 爱与温柔 这句歌词呢也是整首歌的灵魂之处吧 也经历了许多坎坷 心伤过凉过 但内心的爱和温柔却始终没变过 这首歌的歌词亮点太多 层层相扣 主意鲜明 有OST本身的故事感 二 编曲 这首歌的编曲者呢非常有才华 将周深本身所擅长的音色完全的呈现了出来 他的声音本身就是一种贴近自然和美的感受 副歌部分以美来暗自深藏 将思想用一种淡入淡出的手笔洋溢出来 直到主歌部分彻底爆发 将所经历的各种的故事和感情呈现 让人很有框管的遐想空间 三 意义 一句狐妖是多么让人相信的称呼 而且是偏见和爱的摩擦 让人形成了一种鲜明的淡入感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或许都是经过这种偏见的 做了好事却遭受到别人的误会 本身内心的善良似乎却被伤了个彻底 但请堵戏一个梦 保持那份真诚和善良 未来定不会辜负于你 第三首 渴望遇见 一 歌词 这首歌的歌词呢 初听并没有太多的亮点 那时在看了影视之后呢 又有一番感受 并且感受会越来越深刻 遇见是一种奇妙的事情 遇见你 在此季 有意无意 清起了秘密 遇见一个人改变了自身的思想 似乎自然而然 又似乎呢 又只是刚好合适 也许我们的初遇是错误的 但是谁能想当呢 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 我遇到了对的人 习惯的面具想要放弃身不由己 你给的勇气 措手不及 每个人都有一副面孔 遇到那个人呢 却会想要自然而然的将面具揭开 这是一种勇气 同样也是对方带来的 二 编曲 这首歌的编曲比较独特 因为歌词本身呢 也比较独特 副歌和主歌调换顺序 以主歌开头 淡淡的感情故事 打动人心 而副歌的部分呢 实际上并没有以高音作为高潮 但是也升了调作为突出点 实际上呢 这首歌的主副歌词 并不是很鲜明 又或许是将整体的感情 彻底的融入吧 这首歌曲本身就具备独特的色彩 被周深的唱功和实力 更是展现的淋漓尽致 三意义 也许每个人都在错误的时间 遇到过对的人 又或许呢 这也是必须经历的坎坷 如果真心相爱 请坚持下去 珍惜这段缘分 因为它美好 且来之不易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